其實我要請小月帶我們起來看一下 因為每次車漲 大家會從裡面 找尋你下一步的投資商機 當很多的一個新車 他們不管推出的一些功能也好 他們所走的趨勢也好 其實都可能是未來 我們切入投資的一個機會點 所以門道就帶大家看進去 找到什麼新商機 好 那我們從今年的台北國際車展 很不一樣 為什麼以往的話 大家車展每年都有 但是大家請注意 國際車展的話是兩年只有一次 那這一次的話等於所有的廠牌 就等這一次要讓消費者一次看得夠 看得自己的實力 還有看自己要哪些車可以選 那基本上從這一次的車展可以看到 跟以往很大的不一樣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前11月的新車掛牌的話 今年為止的話是40.2萬輛 去年是43.9萬輛 今年會賣得比去年還要好 而且幾乎可以是賭地 為什麼 因為今年可以說各大車商是 強迫達標的行情 怎麼說如果從今年年初的話 各大品牌他們去探除自己的年度目標 我們車界常在開玩笑 把各價的目標全部加起來 今年可以賣60萬輛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說他們的目標是越列越高的一個情況之下 到了年底 到年底最後一次的時候 當然要把所有的押箱寶 通通都拿出來 但是我一直強調 今年很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們從前兩屆的車展的空拍圖來看 你就會發現有些端倫 空拍圖看得出來什麼呢 前兩屆的車產 實在人還是很多對不對 但是你看裡面的車子 小車 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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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旅車的話 不好意思 做邊邊條條 這一邊這一台是休旅車 你可以發現以前的話 都是賣傳統的房車或是小車為主 但是到了今年不一樣 到前九個月的話 你可以看到國產的SUV休旅車的話 跟一般的國產交測四占率 已經出現了黃金交叉了 等於是說休旅車 賣得比國產的這些房車 來得還要好 等於說下半年開始 到這個年底的休旅車來看 大家全部都開始推休旅車 我知道推休旅車 才有消費者來買 不過這是今年 那明年的話還是休旅車嗎 還是有點點不一樣 明年的休旅車 要引起大家共鳴的話 不好意思 你要搭配最新的趨勢就是什麼 環保 跨界 所以說明年的話 跨界休旅車 會可以說非常非常熱門 但是還要再加一個油電車 因為你要環保 所以你可以發現 很多休旅車開始會有油電車 以往的油電車 我們只有看 Toyota有 Honda有 只有日系廠商也有 但是明年或今年的車展的話 你可以看到 B&W Benz 福斯 甚至現代韓系車 全部都加入了電動車 油電車的一個大軍 你就可以看到 接下來的話 這部分的話 亮點可以說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 油電車對不對 但是還有其他的亮點 包括互聯網科技 自動駕駛 電輪驅動 這是我們每年都在講 但是今年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今年最大不一樣是 他們全部都升級了 互聯網 跟車子跟車子溝通速度變快了 自動駕駛 自動停車速度也變快了 電動車的數量也越來越多了 看車展是這樣子 很多人就去看熱鬧 就像廷娟說的 到底看熱鬧看門道 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看車展一個關鍵字 絕對不會在今天網上錯過 就叫做概念車 一般講到概念車那種形而上 那個根本是做來臭屁的 每次都覺得是20年以後 才會看到的 做出來臭電 但是今年 2018的世界汽車大展裡面的概念車 非常值得我們好好玩味一下 小元帶我們來看進去 因為每一次這樣的車展 那個概念車開來開 開到後來 它不真正改變我們的生活了 對 那我們先從配備來講好了 以往我們看到一些 很高階的配備的話 距離我們還是很遠 因為可能很貴的車展看得到 我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看到這一台 Mitsubishi Outlander 這路上跑很多 但是它今年加入了這個 直接的自動煞停系統 就車子快要撞到人 或是快要撞到前面的車之後 它會自動煞車 這樣的配備的話 以前我記得在2002年 2003年 那時候的賓士S-Class 一台要加四五百萬的車 才有這樣的配備 當年的概念車 現在裝在你車上 對 那這台車多少錢 80到100萬 以前要五六百萬 算平價 對 那我們要講Tesla Tesla不是前面有個很大的 中控台12吋的超大螢幕嗎 大家那時候2008年一推出來的時候 它覺得好炫喔 但是很貴 一台也要三百萬 五百萬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最新的納智捷 U5的話 它的內裝也配了這一塊 超大的螢幕 它這台車要價多少錢 60到80萬 你就可以享受2008年 那時候很酷炫的一些配備 你就會發現價格逐漸的降低 而且越來越普及 但是我們一直強調 概念車不再只是概念 我們以前常常常講 概念車就像剛剛庭娟講的 八年到十年 你才有可能看到 這樣的一個概念對不對 我們之前也常常在開玩笑 我之前去採訪 坐那個概念車覺得很炫 可是你實際不過 那個概念車裡面的一些配備 都是用木頭黏的 你就知道說 那個距離之後 我們真的很遠 假的 但是今年不一樣 速度加快了 我們看一下 你上載這一次的車展會 展出這台KID Concept 這台車的話 2014年代那間瓦車展亮相 兩年後就正式開賣了 不用等到十年了 沒錯 那Toyota這一台FTAC的話 它是接下來明年開始的 ROCK4 就現在很熱賣的那樣修旅車的 它的外型的話 也會沿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就可以發現 它的距離離我們是 越來越近的 我們在看 所以接下來的修旅車 接下來的概念車 我們真的不能去隨便說 好遠喔 其實不是 是越來越靠近 那這一台的話 Mitsubishi GT PHEV的話 它是插電式的車 我們之前的油電車來講的話 大家講說 油電車你還是要靠油 那跑的速度 跑的距離還是一定的 但是這台油電車 它前後都有馬達 驅動它 充電一次 看一下它的續航力好不好 1200公里 繞台灣一圈 對 你去插了這個電 你等於說 你不只是油來驅動 你回到家裡 用電子去插電的話 它可以跑台灣一圈 我完全不用加油 那另外一個 這台車iTrio的話 等於說最高級的買菜概念車 一般的婆婆媽媽的話 你以後開車可能自己 不用再去握方向盤 它就會用自動架子 載你去接小孩 再載你去買菜 再載你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而且它會自動學習 因為它加入人工智慧 這樣一個功能 等於說你接下來 每天的行程 它都會自動幫你安排好 達到你最想要去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看到 未來的一些概念車 不管是這種很科技化的 中控台也好 不管你是有這些 充電的一個裝置也好 甚至包含了聲控 人工智慧 駕駛等等 這些都是未來新車的一個趨勢 那麼現在很多的一個電子業說 我是蘋果供應鏈 你會感覺有點不太好意思 很怕吃到一些個毒蘋果 如果我說我是Tesla供應鏈 或是我是某某概念車供應鏈 感覺起來不管是你的本益比 不管是你的一個毛利率部分 好像都比較不 所以有沒有哪些電子廠 現在都在往這些新的概念車店 在切入 好 我們剛剛講那些概念車的話 其實政府官方也有在加大力道的 在催促他們要馬上裝上這些配備 台廠就看到這些商機 為什麼 越來越便宜了 而且你可以發現 一台車以前的話 一定是什麼 動力 底盤控制系統 佔最大一個部分 但是現在汽車電子系統的比重 可以說是越佔越高 而且我們看這份IEK 最新的一個報告 也可以看到 汽車電子系統佔整車的成本 佔了4成以上 而且是不斷的往上去成長的 情況之下 很多的台廠的話 看到這個商機就連什麼 就連組裝iPhone的 都迫不及待要搶進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偽創 偽創的話組裝iPhone 那組裝iPhone的話 基本上我們毛利是毛三刀刺 其實是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他現在宣布 他搶進了中國特資拉的一個供應鏈 我們看一下 他供應他的電控設備 你不要想說小看這個電控設備 因為汽車電動車最大的成本在什麼 在電池 第二大的成本就是電控設備 他切入的是這一家 中國蔚來 蔚來超跑的電控設備 所以說他是從鴻海之後 第二家切入的 大家想說 蔚來超跑切入蔚來超跑 有什麼很厲害的地方嗎 蔚來超跑這一家背後的來頭 真的不小 第一個 他研發出這一台超跑 你知道多久時間嗎 18個月 一般一般車廠一台車 可能等於都動著就是三年五年 他一年半就可以做出這台超跑 這樣敢做嗎 你不要以為不敢做 而且我們講電動車 你第一個想到他的第一品牌 不就是 比亞迪 這個蔚來超跑 他什麼本事 18個月做出創紀錄的超跑 沒錯 而且他在這個紐柏林號稱 最難跑的載到打敗特斯拉 而且最特別的是 你知道一般的充電 就算是特資了好了 你去充電也要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才會滿 三分鐘就充飽店 還要特斯拉的 還是特斯拉的半價 天啊 他到底是怎麼來頭呢 其實他後面有 源源不絕的資金來源 為什麼 因為他的大股東是小米的雷軍 是 騰訊的馬化騰 還有京東的劉強東 所以源源不絕的資金 益柱之下可以看得出來 未來超跑的話 號稱為中國特斯拉 真的不是隨便說說而已 所以現在很多大廠都要搶進 他切入哪一塊 比重有機會攀升嗎 如果真的只是小小一部分 益柱也有限 對 我們其實剛剛講 光寶的話 其實老牌家電廠 老牌電廠他也要搶進這邊 為什麼 因為兩三年後的話 我們強調一個 ADAS 限定價值輔助系統的話 會加入每一台車 都一定要強制配備 所以光寶也看到這一塊 所以他去做LED車燈模組 打入真正的Tesla 不是中國的特斯拉 的一個供應鏈 所以他認為說 有這樣的一個政策價值之下 全球市占率可以衝脹15% 但是更厲害的是什麼 他做抬頭顯示器 因為開車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抬頭顯示器的話 他可以強調 他可以投射兩公尺的距離 什麼樣的概念 基本上我們看抬頭顯示器的話 只有你的前面是不夠的 未來的話 抬頭顯示器有可能投射到 你前面的一個大螢幕 有越來越多的應用的話 光寶也看到這一塊 所以說他希望能夠 在CS上展出新品 你就可以發現 從這次的車展 到1月份開始的CS的話 相關的車電方面商機 可以說是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從偽創 切進了所謂的電動車的供應鏈 然後在稍早之前 郭董也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請 金城大哥來跟我們講一講 今天過去講瓶蓋股 那個走路是有風的 現在平軒說很怕吃到酸蘋果 好了 大家大船開始轉向了 是不是也意味著暗示著 2018的台股主流要換人坐 來 我們看一下在車用 車用的其實一樓框 加一加比瓶蓋股還多 對啊 車用 因為每一個人都講車用 前幾天不是有講說給Tesla供應鏈 那6235的那個滑鼓 碰 昨天就漲停了 對 Tesla供應鏈 Tesla供應鏈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車用鏡頭我把它放了兩個 一個是亞光 因為亞光本來就切入了很早 但是你看亞光今天已經 100塊以下了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華晶光 華晶光除了車用A-DAS的鏡頭以外 它還有3D感測的概念 是這樣 那它今天殺下來的時候 它今天還是紅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看 極黨股票 一個是軍藥 全世界生產電動車 最多的國家是哪裡 中國 中國前一陣子說明年 它對那個假電動車 假電動車就是跟腳踏車一樣 它說續航力不夠的 續航力不夠的150公里以下 不補助了 本來它補助3萬6 那明年改成2萬對不對 你就說你不能像那個假的電動車 就是腳踏車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它改補助什麼 充電樁 充電樁漲一倍 每個地方都補助 每個地方都漲一倍 所以你現在要買這個電動車的概念 以前的概念不一樣吧 現在要往充電樁那個地方 因為它增一倍 那你看 它在這裡 充電樁 比亞迪電動車充電樁的元件 比亞迪是不是中國最大的電動車量 然後這個它又是5G的概念 又是有充電樁的概念 股價在這裡 而且它是KY 它今年大概可以賺5塊5到6塊 大概6塊錢 6塊錢 那股價現在才60幾塊 百利比10倍 而且有稅 省那個稅的問題 那雙倍速度 會稍微的 1996年 Size 20 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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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